各位童心 大家好 刚吃饱 怎么会睡觉 哎哟 这样我要努力精彩一点 对吧 再要睡去 怎么这么说话 这样我要使出我全身的力气 努力一点 我先问看看 我们在座的童心 有没有不是自愿来这里上课的 刚有 都是自愿的 没有被逼 有吼 你 一个 一开始都很怀疑 像跟我一样 我一开始也是被逼的 你也是被逼的 应该有啦 一定有的啦 对吧 让人逼来的 来上口的 我也是 我一开始是我妈妈跟我说 她就是跟我讲说 我隔壁的阿姨跟我讲说 台湾要变天了 然后我妈就真的嘛 真的假的他就等来跟我说 我说你不要被人家骗了 他就说 可是他讲的好像煞有其事 而且说还有周办公室 那时候他就说 那不然你要背我去 去周办公室 听见是真的还是假 我就说我没有兴趣 在我这个年纪 是不是很正常是政治能感 除了一些有参加过学运的啦 但是呢 一般来讲 在我这个年纪通常 对政治不会很热衷 更何况又是女生 所以我妈妈跟我讲说 什么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然后台湾民政府 我说我听都没有听过 我们学的历史 也没有嘛 什么流亡政府我第一次听到 她就跟我讲说 你就先陪我去嘛 因为其实我也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他在说什么 不过你更聪明 你不要去听听看 我就陪他去我们当时 新竹州的办公室 我去的时候呢 就开始啊 我们当时的州长 就是现在的知识 他就用那个popoint 就跟我讲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讲完之后 回去到家 我也就跟我问 你感觉真的假的 我跟他说 我感觉 骗人的啦 假的嘛 怎么可能 我们生活在 中华民国体制下 六十几年 你感觉有可能 换政府 我是没相信啦 后来呢 我妈就开始使出她的 乳工 从早乳到晚 早上也跟我讲 晚上睡觉也在我旁边讲 就一直念 你去上初级班 我说我不要 你去上 他们都说去上了 就会了解 我说我没有时间 你有空啦 我知道你有空 你就去上 所以我就是被逼来的那一个 我来上初级班的时候 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听课 我就想说 我要听得很清楚 找出他中间的破绽 回去要跟我说 你给人骗啦 结果 上完之后 嘿嘿嘿嘿 唤我给人骗齁 骗到现在 我就直接 我就相信了 现在唤我给人骗齁 别说骗啦 到最后 我发现 这个历史 你需要花时间去了解它 你才知道 哦原来台湾真正的历史是这样 我刚开始在听我初级班才刚上完哦 就是三天两夜 我上完的时候 我就有一股热血 澎湃的心情 笑脸嘛 我就想说 我好像知道了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有感觉 你们听了几堂课到现在 有没有觉得知道的东西好像跟外面的人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我就齁 初级班上完 我就回去跟我朋友说 我就跟他说 诶 诶 初级班 才上三天两夜 然后他就讲说中华民国怎样怎样怎样 我还跟他讲那个 旧金山和平条约 我朋友听完之后 隔天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 哇哦 跟你实在十几年 我知道你的高兴 你让人骗啦 我说 诶 这个话子 我跟你说 我就说 为什么 我认识你太久 你太单纯 你是不是都没有上网查证据 他说对啊 我都没有上网查 我上完课回去 反正他们讲什么 我就听什么 我就信了 很单纯 我没有查 我没有查 我就跟我朋友讲了 然后他就说 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啊 第二条 当时不是已经 日本 不是已经放弃 对台湾的 请求 权力 民力 请求权 不是已经放弃了吗 那为什么还说日赎美战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回答他说 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 我才刚上完初级班 我讲不出来啊 我也不知道他问我什么东西啊 什么 就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什么东西 可是 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不是很认真 花了一个晚上去查资料 怕我被人骗嘛 可是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我说 虽然我没有上网去查 可是我觉得 我应该比你聪明一点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啊 台湾民政府成立到现在 不是短短的时间吧 几年了对不对 几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台湾民政府有多少的人才 是不是有医生律师 博士硕士 每一个都比我强上几百倍 他们的问题 绝对会比我深吧 我还需要查吗 应该人家都查光光了吧 该有的疑问人家都有了 我说我的疑问就是 提出来问人家就好啦 我也没打算去看网路啊 一件事情一定有正反两面 所以现在 刚开始要讲的台湾的历史 前面可能会比较历史嘛 比较boring 比较无聊 可是他就是会告诉我们 台湾到现在 为什么台湾国际第二位定论 他真正的历史是在哪里 我们读69年来啊 台湾的历史到目前为止 都是中华民国所捏造的 大家很难想像 可是今天呢 我会尽我能力啊 让大家了解一下 不要睡觉 要睡觉 举手 要睡觉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个 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有看过这个图吗 没有 Formosa知道是哪里吗 台湾嘛 的一个代名词 在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 Formosa 他是 欧洲人他称为是个美丽 的意思 对 那是因为当时他们开始 哥伦布 然后 发现新大陆 他们准备航海 环游世界的时候 从日本流球 然后一直到发现台湾的时候 发现哇 怎么有这么美丽的岛屿 所以用Formosa 来给台湾做代名词 表示台湾这个岛屿 是个美丽之岛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很早的时候 被发现 这个是他们 一开始 航海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 画的台湾 所以他们不知道台湾是完整的 切成三块 有没有 但是这是我们最早被发现的 台湾的地图 那大家猜猜看 最早活动于台湾 就是Formosa 的外来民族是谁 猜猜看 荷兰 还有呢 日本 西班牙 满清 满清 就是所谓的大清国 葡萄牙 日本 哦 你们比较厉害哦 这班有人猜出是 日本 我们学的历史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给我们的 是不是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一般认知的 是不是这样 可是在真正的历史文献里面 十三十四世纪 日本人就已经 活动于 Formosa 就是现在的台湾 是一直到 1633年 德川幕府 索国政策 禁止日本人 往海外发展 的政策 日本才停止的 这有什么证据 在文献里面都找得到 日本至少 比中国提早了三百年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活动 所以 大家要知道 是日本 不是荷兰 也不是西班牙 也不是葡萄牙 我们刚刚看的第一张 台湾的地图 那个只是发现 Formosa 但是最早期 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活动的 就是日本人了 那我们所未知道的荷兰 在台湾 第一个算是比较有制度 有系统 开始占据台湾的荷兰 大家知道 他一开始 怎么进到台湾的 他还要获得日本幕府的许可 他每一年 荷兰人啊 在 一个华侨 李旦的调解下 他每一年要向 德川幕府 进贡三万张陆匹 日本才允许他说 你可以来 活动哦 他还必须经过日本人的同意哦 所以日本最早最早 就已经拥有台湾的主权 那他当初 为什么他要来台湾 大家知道荷兰 为什么要来到台湾吗 他不是平白无故的 中国什么东西是欧洲人最喜欢的 大家知道 什么 丝绸 对 还有 瓷器 丝绸跟瓷器 是欧洲人最喜欢的中国的东西 那个对欧洲人来讲像是黄金一般的珍贵 所以他们那时候 在欧洲这个世界 一开始最早刚有提到 葡萄牙西班牙 他们很很早就开始了那个航海之路 对不对 所以他们很早就占据了像澳门厦门这些地方 然后利用海运 来去获取中国的这些思路持细的庞大的利益 荷兰东印度公司 他是后面才发起的 那他也想分一杯羹啊 可是离中国最近的地方都被占据了 那他要选哪里 他本来一开始是选澎湖 可是中国那时候是大明国 大明国就觉得 你澎湖离我 有点哇哦 太近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不行 会威胁到我 所以他派兵把日本 把荷兰从澎湖赶走 那他被赶走之后 他就想说 那我要去哪里 台湾 所以 荷兰他占据台湾 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什么 将台湾当做一个转运站 他以台湾做中国 然后还有日本的连接道路 然后以中国作为他贸易的转运站 所以他当时在中国设很设什么 大家知道红毛城吗 有去过 在淡水吗 就是当时的勒兰浙城 他在淡水设立了红毛城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是他的军事基地 他要有效的控管台湾当地的人 那时候是他最早占据台湾的原因 所以不会对台湾人好 那时候当时的台湾人都称荷兰叫 红毛鬼子 所以我们在16世纪 台湾就已经奠定是 很重要枢纽的位置 他不管在海 路都是很重要的地理位置 但是当时呢 中国的汉民族 他们还不晓得地球是圆的 而且也不知道怎么会置海图 这是有一个文化上的落差 很早16 17世纪就有文化上的落差 它会造成什么 我们以后的历史的事件 台湾的历史事件 像是228 这就是文化落差才会造成后来的悲剧 最早期就已经有这样的文化落差了 所以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跟你讲想的 然后跟69年所读到的中华民国给你的历史 有什么没讲 有没有 有没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你们都不知道说日本最早就已经在台湾活动了 对不对 从现在开始你要很清楚很了解 台湾人自己真正的历史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读了这么久的历史会被捏造 要很了解很清楚 Formosa 它大概有一个转折期 1624年的时候日本让与荷兰 1662年荷兰让与郑成功 郑成功大家都知道吗 1683年正式王朝让与大清帝国 1895年大清帝国让与日本 1945年4月1号 日本将台湾正式编入国土的一部分 10月25 因为战败被中国人占领到今天 这是我们 Formosa就是台湾 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的转折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不是有荷兰 然后郑成功 大清帝国 请问一下 他们占据台湾的时候 这三个国家 有没有真正的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没有 大家知道荷兰占据台湾的时候只有哪里吗 大家看到 有没有看到勒兰之城 刺坎 这个部分 就是他当时 比较 占据的管理的一个部分 管辖区 是不是只有一点点 那这样子能够说曾经 真正拥有过台湾的主权吗 不能 正式王朝呢 正成功 他为什么要把 荷兰赶走 大家知道正成功 为什么 我们读的历史是不是 他拯救台湾 是不是 大家读的是不是 他的原因是什么 退翻清朝 对 占据台湾最重要当时的原因 他是为了反清复明 所以他才将荷兰赶走 他一样有自己的目的 但是他 占据台湾的时候 他的有下管辖的范围在哪里 更少 只有这个红色区块这里 所以他也没有拥有过台湾完整主权 而且他以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一个基地 那再来大清国呢 大家有看过这张图吗 有齁 那知道为什么只有一半吗 有说过对吧 东半部没起来对吧 那就是我们高杀族英勇嘛 对不对 就是我的猎场 你只要来了 我们就猎头嘛 所以他一直以来 这样东半部也就是保护得很好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没有 从荷兰正成功 一直到大清国 都没有人愿意真正的 去建构台湾完整的主权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要治理台湾 打仗要不要花钱 你收复东半部要不要花钱 建设要不要花钱 那他会考虑啊 台湾这个地方 真的值得我这样做吗 荷兰是要求做转运站嘛 正成功只是为了反清复明 那大清国呢 他所拥有的西半部的区块 大家知道他统治台湾几年吗 大清国 几年 212年 有没有很长 212年是不是足够可以将台湾好好的发展 可是200多年来他只拥有 大清对台湾领土有效管辖 不给予佛罗莫萨的全岛 仅限于六个汉人屯肯区 200多年来他也只拥有了 西半部而已耶 他所认知的台湾是什么 当时是不是正成功要反清复明 那反清复明大清国是不是一定要 收复他 他派出师郎 大家读的历史嘛 对不对 没有错 应该跟我一样吧 那 他派出师郎之后 收复了之后 把正成功赶走之后 大清国的皇帝 那当时他就觉得 我敢买 在台湾这个地方 其实他没有很想要台湾耶 为什么 因为台湾啊 他经历几个殖民者 之后 都没有好好地发展台湾 所以台湾一直到大清国 把正成功赶走的时候 台湾都还很荒芜 他那时候就觉得说 那我接管台湾这个地方 第一个我跟他离我又没有很近 他觉得是一个画外之地 然后我又要 他整个环境又没有开发 他又没有建设又没有制度 我还要开钱 还要开人 我没想要 那时候师郎就跟他建议说 皇帝不然我有几个建议 用搬兵制度 台湾不足成 我用这几个政策 然后你先把台湾先管着 这样才不会又有反清复明的人 来台湾做基地 好不好 大清皇帝就说 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考虑一下 不然你先把你的制度讲来听听 什么叫搬兵制度 我今天管你一个地方 要不要文武官员 文官 我今天现在我们现在在桃园 桃园县政府的县长 他来管 他规定 从大清国 大概福建那个地方 你来到台湾 来回 要不要半年 差不多吧 那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要不要熟悉这里的环境 要不要跟里长实施一下 要不要熟悉台湾的文化 要多久 一年 差不多吧 他给你三年 三年你一定要离开台湾 你来到台湾 我把你的这个官的家属 扣押在中国 大清国那里 我怕你来到这里啊 跟当地的台湾的人 集结造反 所以我押你的家人做人质 那你来我只给你三年 你三年期满一定得回去 然后回去之后我让你升官 强迫性的文官的政策就是这样 那他来到这里 路途扣掉半年 熟悉一下台湾的环境又扣掉一年 那他剩下多久可以做事 一年多喔 一年半 一年多的时间 那是你啦 你敢做 你敢好好的做 计划书才写出来而已 你差不多要回去啊 是不是 你会好好的治理台湾吗 不吧 反正我也没压力啊 大清国也不会管我说我在台湾治理的好不好 不啊 他本来皇帝就不爱这里啊 我回去就可以升官啊 但是台湾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 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不是物产丰饶 一年三收是个报道 这么好的台湾他来这里 人口又少 那是不是很多油水 能挖就尽量挖 能贪污就尽量贪污 反正我也得被炸啊 明日我即将就离开 今日我何须努力 文官 五官呢 侍郎跟皇帝建议 你来到台湾喔 不用出人啦 他也不想要出兵啊 但是他还是得管啊 那他募集谁 当时大清国当地的所有的 五业游民 我找这些五业游民来 来去台湾 当兵 没有水准 没有文化 一样给你三年 一样家属押押 那 除了跟文官一起狼狈为奸之外 你还有多的建设吗 听到这里台湾人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怜 从荷兰到正成功到大清国 这个就是当时 台湾所谓的祖国 大清国 他有真正的要治理过台湾吗 没有喔 大家知道日治时期 对不对 日治时期的时候 日本人他那时候刚来台湾的时候 破杯了 死了三四千名的士兵 有什么 经过两百多年 这么长的大清国的治理的时间 台湾还是很荒芜 卫生之差 然后被文武官员能挖的就挖 能贪污的就贪污 还有一个政策也很过分 台湾不足成 台湾不足成 今天我要治理桃园 我没有要盖县政府了 我没有要盖县政府 我可能随便简单的一个办公室就好了 我不想花钱啊 我也没有要做建设 所以因应种种的制度 200多年来 大清国在台湾治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台湾只被影响了文化 思想 可是整个台湾包括台湾的人民 都没有什么进步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有什么 三年一小返五年一大乱 200多年来 台湾人的人就是一直革命 一直抗争 这就是当时的情形 然后呢 大清帝国在1887年的时候 才完成台湾的建设 意思是什么 204年才宣布 要将佛摩莎的西半部 纳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那他说 宣布要纳入大清帝国版图的时候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台湾的地图 一半而已对吧 不完整 那到这一个点 大家知道 请问大清帝国可以说台湾是他的吗 可以 不可以对不对 他是不是只有拥有一半的主权 所以他没有立场 中国到现在他也没有任何的立场说台湾是他的 但是台湾呢 我们台湾人就是被冲击了很多的文化 冲击了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平浦族高沙族 就是我们嘛 对不对 原本台湾的著名 我们原本拥有什么文化 大家有听过潘老师的课 是不是说牵手 我把女性文化为中心 母系社会嘛 那当时是什么 他们的宗教是物教 没有族性 没有祭祀 没有文字 没有书 这个图是怎样 大家有看过赛德克巴莱 对不对 有吗 没有喔 没有看过喔 赛德克巴莱 这部电影还蛮有名 他就是在讲我们的高沙族 在抗战的故事 那他这个就是 爸爸在跟小孩子讲 传说 为什么齁 大家有思考过 为什么台湾人 这么容易被统治 一开始是荷兰 对吧 过来是谁 正成功 过来又是大清国 为什么台湾的本土台湾人 一直以来都没有自己的 文化 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主权 有想过吗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文字 没有书 我们都是用口耳相传的 传说 这公子就是很容易被外来 所统治的一点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社 平朴族 高沙族 有很多的社 每一个社 的语言 都没有统一 所以当有制度 有文化 有武力 的人的时候 台湾人 就很容易被 统治 是 这个都是传说 然后 猎场 就可以文面 还有什么 大家知道高沙族 是不是现在有很多高沙族 都是姓 基督教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 是不是有讲到 荷兰他占据 台湾是为了什么 转运战 为了他的利益 所以他当时 第一个他跟大清国 跟其他的都一样 他没有好好的要建设台湾 但是他有个重点 他要传扬他的文化 所以那时候他在台湾 唯一做的最认真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当地的人 原住民 然后改成基督教 这就是台湾 一个台湾 为什么有东西文化的融合 现在突然有概念了吗 我们身为自己的本土台湾人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很少研究台湾的文化 为什么我们会有 那么多的人信基督教 又那么多的人信佛教 是不是 一个国家 他应该会比较有偏向一种文化吧 可是台湾很神奇 他就是两种文化的融合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因为我们一开始被影响 然后后来又接受大清国统治 两百多年 所以 我们接下来二月份要干嘛了 是不是大家所谓的春节 要过年啊 那请问一下 过年刚是我们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的文化 敢是 不是 不知道 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真正的文化 我刚就有讲到了 我们是什么 没有文字 没有书 只有代代灵魂不灭的传说 那我们现在有的什么 三节 中秋 端午 桂尼啊 这 节日 都是从哪里来的 中国 大清国 大清国两百多年来 所带来的文化 所以 他也不是属于本土台湾人的哦 讲到这里 有没有冲击了 有没有觉得 我们本土台湾人的文化 好像都没了 以后我们 台湾民政府是说 我们要脱亚入欧 我们就学习 最好的 东西 最好的经验 最好的制度 最好的文化 我们留下来 做我们台湾人的文化就好了 好不好 但是到这里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本土台湾人 自己身为台湾人 我们从头到尾 台湾真正的历史是什么 我们自己要很清楚 所以 这一开始的 我们自己的 灵魂不灭的 然后荷兰统治时期的重点 现在目前受到中国影响的 所有的节庆 演变成 今日台湾的文化 这种文化 其实很恐怖 包括我们现在 一开始 包括在场 有一些人跟我一样 是被逼来的 这就是我们69年来啊 我们学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给我们的历史课本 给我们的教育 我们从来没有去怀疑过 我们读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有恐怖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一个国家 原来也可以这样子欺骗人民 这个有看过吗 这个是我们的 马关条约 日称下关条约 我们终于在1895年的时候 大清皇帝 正式将台湾及澎湖 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 这个大家知道 大皇帝陛下跟大皇帝陛下 所以 这个区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的各岛屿 澎湖列岛 澎湖列岛 他是不是有讲 金纬度 哪里哪里 割让 有没有 这一张 下关条约 是什么知道吗 他是 土地全壮 他是台湾的 土地全壮 要了解吗 从这一个地方 1895年 当 战败 大清皇帝 将台湾澎湖 签了这一条 然后割让给 日本天皇的时候 从这一个土地全壮 签出去之后 一直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合约 有再将台湾跟澎湖给 割让出去 没有 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 也没有 在这一张之后 都没有 你是找不到的 这就是 日暑 我们很重要的 为什么是日暑 因为这一个土地全壮 签出去之后 到现在 都不再签了啦 要了解吗 那我们割让出去之后 台湾就进入了什么 日治时期 对不对 他分为三个时期 我问一下 各位同心 你也没有疑问 台湾民政府啊 的人啊 都一直在讲说 日本人对我们很好 有没有 但是你也没有疑问说 不是有战争吗 台湾人不是有抗日吗 可是我们像赛德克包来 不是有抗日吗 好像 没有真的像 台湾民政府的人 讲的 真的日本人 对我们很好 有这个疑问 我是有啦 我那时候在上的时候 我是有 所以 当我要讲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所有的疑问 我都会尽量的 讲得很清楚 让大家知道 原来 日治时期 他分了三个阶段 刚开始 前面大概二十几年 中后期大约三十几年 日治时期 统治台湾 差不多五十年 对不对 前期 我们是有一个 五官后腾心平 他来管理台湾 他刚开始 管理台湾的时候 他一开始是先用 比较严密的殖民主义 那时候他还没有 想说要将台湾 纳入他的国土 但是啊 他刚才看到台湾 我是有讲 日本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吓一大跳 他自己的兵 就死了三四千人 会怕死吗 不是打仗了 是为什么 病死的 他没有想过说 台湾那这里落后 然后这里落伤 那时候呢 他还发现了一件 很严重的事情 台湾的东半部 完全没有被开发 那时候他就问 依照万国公法 跟国际战争法 他向美国他们提问说 东半部还没有纳入 就是大清帝国的版图 那我现在 接管了台湾之后 我要怎么办 东半部的人要怎么办 他们说 你要像美国征服印第安人一样 用武力征服 所以 因为他们是部落 你没有办法用文字沟通 你只得先武力征服 控制之后 你才有办法实施制度 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 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事件 这就是打仗 但是他一定必须先控管台湾之后 才能建立他的制度 包括他要盖医院也好 还是盖任何的建设也好 他一定要先控管台湾的人民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比较严密的控制台湾的社会 所以一定会有 对日抗战 这 大家有看到吗 这就是啥 别哥道菜的 这句台语很久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台湾人的武器 那日本呢 所以我说啦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被统治 可是呢台湾人民呢 因为革命嘛 我们从荷兰时期 就一直抗战到现在 所以呢 台湾人身上留着抗战的血统 他也可以抗战个 八年这么久 那时候他说了什么 日本人吓一跳 他说 是可杀不可辱 台湾民族 他来这样子来 阐述台湾人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 很骄傲的地方 我们的灵魂 但是后腾心平 有过 有没有公 大家现在在座的 有办台湾身份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请举手 很多 还没来 那请问一下 那你们申办的时候 会叫你们去申请什么 日治时期的户籍藤本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申请日治时期 不是大清国时期 户籍藤本 不是大清国时期 户籍藤本 对 的后裔对不对 但是有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是日治时期户籍藤本 不是大清国时期 那个户籍藤本 大清没有户籍 为什么 因为 大清国 对没有管理 他从来没有做过户口普查 户口普查 户口普查就是在 后藤新平 他奠定的治理基础 土地调查户口普查 他将台湾的家家户户 你一口早有过的人 过因啊 他都调查的非常的清楚 然后 做了什么 生物学科学农业工业 卫生教育交通警察 这么多的政策制度 在短短的时间以内 他就建立好了 那有厉害吗 这就是日本人 所以我们现在申请的时候 还是那个时候的户籍藤本 因为是那个时候才建立的 那1904年的时候 台湾财政已经可以完全自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 自给自主 这是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喔 荷兰正成功到大清国 他们都不想要花钱在台湾 对吧 所以因为你台湾建设要花钱 然后管理要花钱 就表示你今天要管理这个台湾 你就是要花钱 可是日本 他在治理台湾短短的十几二十年间 他就让台湾的财政可以自给自主 表示不需要日本再资助台湾 台湾已经可以独立了 这样有厉害吗 金融财政体系已经建立了 这是很重要的 当时的公共建设 甚至比日本的本岛内地 还要先进 台北的下水道的覆盖率 亚洲第一喔 还不是什么台湾第一喔 是整个亚洲第一 所以当时日本在台湾的建设 都是非常的厉害的 那到中后期呢 我们换文官统治 田建智郎 当时的首相援进 他们做什么 日本喔 他就想说 台湾是一个宝党 对吧 台湾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自给自主了 只是差建设而已 制度而已 这么厉害 一年山收物产丰饶的一个国家 一个土地 那我们拿把它从日本 然后延伸到台湾 把它囊括成自己的国土 好吧 当然好 但是这时候他就有依照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对台湾人 做了很多的政策 依照法规 来将台湾纳入 自己日本的国土 所以他做什么 黄明化运动 我们早一辈是不是有学 AEUAO 对吧 那去学那些东西 就是因为语言嘛 都有规定 让台湾人如日本人一样 一般消忠天皇 你的思想 我们必须一样啊 对吧 然后日台共学 日台通婚 同化政策 因为他要做内地延长 将台湾纳入为他的国土 所以他在台湾做了很多的建设跟政策 包括他当时也派了八田羽衣 大家刚知道吗 有听过吗 台湾很有名的土木工程 对 他就是一位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震撼了整个亚洲 多厉害 八田羽衣啊 江南大郡 我们台湾现在 是不是说鱼米之乡 对吧 能够成为鱼米之乡 物产丰饶 道米这些发展的这么的好 真的是拜他所赐 这个是在乌山头 的雕像 有去玩过的就有看过 我们纪念他 为什么 台湾的迦南大郡的设计者 乌山头水库 他参与了什么 台北下水道兴建高雄港 台南水道设计 水力发电 桃园大郡 然后大甲溪电力开发 这些日治时代的 现代化重要的土木工程 乌山头水库 他那时候盖好之后 是世界第三大的水库 世界哦 那有厉害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读的69年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历史 好像都没有很认真 跟我们讲台湾的故事 但是这个对台湾 对台湾的历史 是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没有 好好的让我们学 有多少人认识八田语仪 对吧 被捏造啊 这都是事实啊 但是我们读什么 康熙 乾隆 还有慈禧秘密生活 有吗 是不是都是读一些中国的历史 可是跟我们台湾人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了 台湾自己真正的历史 都打得很久了 有感觉吗 奠定台湾的经济奇迹 亚洲四小龙 台湾是怎么挤进去的 大家知道吗 因为日志时期的50年的土木化现代工程 还有他在做台湾的建设 大家知道一个建设 是不是10年20年的规划蓝图 差不多吧 日本规划台湾的建设蓝图 一规划是几年 一百年啊 一百年啊 一规划就是长期的 没有10年20年的 台湾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建设蓝图 都是用日志时期的建设蓝图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 所以像交通运输方面 我们的重贯铁路 然后我们的港口 还有机场 开发全台的电力 资讯传播 今天啊 一个国家他要成为 强而有力 经济发展进步的国家 他除了奠定什么 财政 然后制度之外 他还要最重要的也要有媒体 是不是 要有文化 要让每个人吃得饱穿得暖之外 还可以怎样 跳舞唱歌 是不是 所以 这就是台湾当时 短短50年就已经比大清国 200多年来 还要进步这么多的地方 那大家知道我们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我们现在所谓的 台湾管理当局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 他都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我们跟他的文化落差 就已经有 差距100年了 然后我们还被他统治 所以他那时候建立了司法警察 户政 农会金融财政体系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稳定了台湾的经济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差距 那个文化的差异 这张图 有没有很整齐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坐着 还可以这样图呢 那当时都跪着 对不对 没关系没关系 因为要睡了我知道 不过这一节课没有下课 要拎哪 那你看 大家是不是 跪着很努力的在上课 这就是当时 大家 日本人他培养台湾人的一些文化 这可以造就什么 等一下可以讲 有没有很漂亮 有没有穿得很整齐 大家看到每个人是不是都有鞋子 这张图 我妈看到的时候 他跟我问说 欸 他都有鞋子穿欸 我小孩的时候 还没有鞋子穿欸 我说你小孩的时候是当时 我妈妈小孩的时候 中国时代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刚治理台湾没多久的时候 的时代没鞋子可以搬 日治时期有鞋子 日治时期有鞋子 然后之后反而没鞋子 那有贵婚吗 那代表什么 台湾人原本 很有钱 然后后来呢 没有钱是上海 中华民国海 这是啥 棒球 这个就是当时 在日治时期 成立的第一所 台湾人 上的小学 那他们 打赢了日本的学生 拍照的合影留念 然后 这个 跟这张图 都代表了什么 是不是当时 打赢了台湾人 都吃的饱穿的暖 才可以去打棒球 才可以画画 你若是吃不吃不吃不吃 你敢有还有时间去拍球 还有时间 喂喂喂 不可能 所以这代表台湾当时的什么 经济的稳定 繁荣 人民的和乐 你才能够有办法发展 这么多的文化 这都是证据 这个成城坡 很多人都认识他 日本地展的入选 可是大家知道 成城坡是怎么死敌吗 228事件 这些人知道的 很过分 大家看1895年 大清国统治下的台湾 日治时期 改正后的宽敞道路 两个图一笔 有没有差很多 而且这个200多年 这个才50年 不比较不知道 一比较就知道 差这么多 我有时候看到这里 我都想说 如果我们没有被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统治 我们台湾现在啊 的生活 还有台湾现在的进步 可能不会出去 马路整天在挖 然后不会停留在 现在这样子 我们应该会非常 非常的进步 跟先进 后来终于 将台湾改正之后 下了一个诏书 下了一个诏书 这个 这个诏书对我们 有很大的意义 在1945年的4月1号 我们的昭和天皇 颁布了明治宪法 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什么 大家有看到这日本的地图吗 那这个是哪里 然后这是日本的地图 已经编入他的国土了 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他有很多的条条款 我们都做了 童话政策 黄民化运动 包括 这个 赋予台湾人参政权 下达征兵令 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有什么意义 我们先前有一个条例 大家都知道 刚刚有看到一个下官条约 就是马官条约 对不对 那我们在签订那个的时候 大家知道 不止 大清帝国不是只有单单的割 让台湾跟澎湖而已 他还割了一个辽东半岛 一起割给日本天皇 结果那时候就有三个国家 出面抗议 一说 但欸 辽东半岛 就是当时大清国所谓的奉天 奉天是 大清国的起源地 是属于大清国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是不能被切割的 不能够 掛给日本天皇 那日本天皇说 哦 好吧 那我就依照 规定 日清双方又签订了一个辽南条约 日本又再将辽东半岛 还给大清国 那这个意义就是 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是不能被切割的 大家了解吗 我们已经编入为他们的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然后再加上下官条约之后到现在 土地权状一直以来都没有再签给人家了 那我们是台湾这块土地到目前为止是属于谁的 日本天皇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历史很容易错乱的地方 我们在 刚刚是不是看到1945年的4月1号下打造书 但是1941年的时候在干嘛 那时候已经每日太平洋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那请问打仗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干嘛 逃命 对不对 很混乱 对不对 战争嘛 自身难保嘛 都想我下一刻我会不会还活着 那就没有人很认真的去 注意说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 这就是台湾人的历史记忆 觉得很短暂很混乱的地方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在打仗 然后呢 我们刚刚1945年4月1号颁布教书 然后1945年9月2号的时候 日本战败投降 麦克阿瑟将军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一般命令第一号发布 他那时候就说 我发布我想要将日本 是不这样说啦 可是他做的政策就是这样 我想要将日本四分五裂 为什么要将日本四分五裂 我买 嗯 我要让他再起来 我要把他抵抢 因为日本帝国那时候很可怕 他是不是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 也怕嘛 那美国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所以他是主要战胜国 那他就将日本四分五裂 为了防止他帝国再崛起 他将北方四岛 由俄罗斯战管 韩国独岛 日本本岛由现在的日本政府 琉球联合国托管 台湾呢 台湾跟澎湖 他就交给蒋介石集团 为什么 为什么要交给蒋介石 其实美国或许他当时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想法 他是说华人或许会善待华人吧 你语言比较好沟通嘛 他也没想过 许贵公中华民国之后会做出这么多事情啊 所以 将台湾交给蒋介石集团战管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在1945年10月25日 交战国占领日的时候 还没有来到台湾的时候 还没有来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有将近两个月是没有政府的状态 那没有政府的状态大家猜猜看 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没有政府哦 要不要抢劫 要不要 抢全联嘛 抢7 要抢劫啊 动乱啊 可是大家刚刚是不是有看到 我们刚刚是不是跪着读书 是不是涵养了很好的台湾人的文化 武士精神 可是两个月啊 没有政府的状态 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台湾人自己成立自卫队 自己好好的管理自己 等待所谓的回归 当时大家以为的祖国嘛 的怀抱 在这样子深切的期盼下 看到了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来接管台湾 蒋介石的时候 他们是带什么样的兵来 对 青青青的 野本到 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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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又认识 台语我真的很认识 所以呢 那时候呢 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啊 中华民国的兵 他就去台湾的杂货店 买了一个水龙头 然后回到家 墙壁挖一个洞之后 插进去转开 哪有没有水 他感觉哪有没有水 他想说台湾水龙头转开不是就都有水了吗 他去买一个水龙头回来挖墙壁啊 插进去哪有没有水 他还去骂那个杂货店的老板娘说你给我骗 这个就是什么 文化的落差 这样有没有差很多 我们被这样子落后的文化的人接管台湾 你说228事件吗 这个一定会发生的啊 这就是历史的悲剧啊 台湾当时的文化是多么的进步 他强迫 将台湾人民集体强迫为 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日本当时还有让台湾人 有两年的思考期 他没有 他就发一个行政命令就叫你 拿他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对吧 那大家知道后面有个条码吗 有没有教大家看 有嘛 没有 现在大家手上拿的那一张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 在 一背面的那个 右上方有一个透明的 突突的数字看不清楚透明的数字 那个就是辨别你是 中华民国的人 还是你是本土台湾人 为什么 当时接管的陈宜 他是有计划的将台湾人 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所以当时发生了什么 1947年228 228屠杀事件 为什么会发生228屠杀事件 台湾人 台湾人就有钱啊 他连水龙头怎么出水都不知道他来到台湾会不会吓到 台湾人这么进步 台湾 这块土地这么好 人口又这么少 每个人都这么有钱 我要公然的抢夺你们的财产 375捡猪 大地主变小地主 然后呢 4万块换一块 当时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件一个事情 他为什么要 抢台湾人的钱 除了他很穷之外 他还必须一直要拥有很多的物资 当时的中国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 所以他自家在内战 所以他要钱 打仗要不要钱 刚好嘛他代理管理台湾啊 他将台湾所有的物资 钱搜刮之后 运去资助他的国共内战 那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 物价通膨 台湾人本来很有钱 一堆人饿死街头 全部都被公然抢夺财产啊 那他在用4万块换一块 口那个嘴巴上是讲说 我要稳定台湾的物资啊 但是 罪魁祸首是谁 就是他啊 所以当时发生了这么多的可怕的事情之后 我们的228事件 日治时期 我们的培育了多少 2万到3万人的精英 有医生 律师 画家 老师 博士 硕士 全部集体屠杀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沉沉坡 怎么屠杀啊 他从车站走出来 然后 就被抓起来 双手 合起来 然后就直接从你的手掌穿过去 绑起来 然后跪在地上 啪 就杀死了 有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 没有理由 他将 这2万到3万人全部集体屠杀 大家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因为那些人 他们可以像 组成一个政府 他们里面 已经可以组成坚强的内阁 议会 没有问题 他知道 占领不得已专主权 你不可以强迫我们 成为你的人民 换国籍 他抗议啊 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把你们这些人都杀光光之后 我在实施 戒严 大家都知道吧 白色恐怖 戒严时期 历史上最长的 长达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 这样有久吗 这么久的戒严时期 足以让你换一个脑袋了吧 足以让大家 不知道自己是本土台湾人 真正的历史了吧 篡改捏造历史 为什么没有可能 可以啊 他就这样做啊 可是大家有没有疑问 为什么不制止他 而且 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还在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号 他的国共内战 自家兄弟还打败了 他们 从自己的首都南京被赶出去 一个政府离开他自己的国土 首都 他当下那一刻他就成为流亡政府 这就是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的由来 然后呢 我们说主要战胜国 美国为什么不管 因为在1950年6月25号 韩战爆发 这是一个很不凑巧的事情 那时候美国想说 台湾228事件啊 然后他们这样子虐待台湾人 我本来想说会好好管吧 那我要把中华民国赶走 他想过 可是那个时候呢 爆发了韩战 而且美国也没有想说 竟然你中华民国竟然会战败 然后成为流亡政府 我真正是不知道要拿你怎么 可是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 叫他去菲律宾 人家只愿意收留他三个月 那他要去哪里 他只能暂时的留在台湾 而且美国当时为了什么 反共 所以他牺牲台湾人 他没有多余的心思 再去管台湾 他只能暂时 因为中华民国跟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立场是对立的 他只能暂时就先让你就留在台湾 就这样一直到现在 所以在1952年的时候 4月28日 旧金山和平条约 这就是我朋友问我的 合约的第二条不是声明了 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 澎湾澎湖的主权权利 可是请问这个条约 有看到我刚刚告诉大家的那个 马关条约下关条约的重点吗 他有没有把台湾的岛屿澎湖的岛屿写出来 有没有割让 没有没有收受国 他只有放弃主权权利 放弃什么管辖权 日本天皇并没有放弃台湾的领土主权 他没有牵土地权状 他只能说这块土地上的事情 我放弃管辖 这样了解差异吗 而且日本天皇到现在也对台湾还是有残留的主权义务 毕竟这块土地是你的嘛 那你是不是还有义务要协助台湾人民找回自己属于自己的国际地位 这就是还有残留的主权义务 这就是还有残留的主权义务 可是这时候最后很多人有疑问啊 那三个公报呢 开罗宣言破资坦公告日本详书呢 他们不是都讲说 当时不是都讲说 台湾跟澎湖还给中国吗 那为什么 还是属于日本天皇的呢 那个叫做单方面的认知 并不是正式的条约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今天啊 三个小朋友啊 是不是在抢一颗球 可是那一颗球啊 的发票在我的口袋里了 那请问球是谁买的 我买的对不对 球是我的嘛 那你们抢来抢去都说球是你们的 但是你们没有证据啊 你们有土地权状 没有嘛 那就是单方面的认知啊 打仗的时候 我说我希望你把台湾跟澎湖还给我 我希望你还给我 我希望你还给我 还了吗 我还有签 没有吧 单方面的希望宣言公告 都不是正式的条约 所以我一直讲 从满关条约签了土地权状之后 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在将台湾澎湖割让出去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乱争欺骗台湾69年 到这里 媒体 有没有疑问 哦 你们台湾民政府为什么不打广告 无许贵吗 有吗 我有想过啦 台湾媒体 目前不管三立啦 TVBS都是在谁的扣款下 流亡政府台湾管理当局的控管下 是不是 今天来访问 我们秘书长林志生好了 访问完 他回去本来访问十分钟 他剪接成三分钟 只剪接他要剪接的 播出去之后你打电话跟他抗议说 哎 好像 播不对了吧 他下架 会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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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已经播出去了 但是 他要不要帮你登报 要不要帮你看你的新闻 他有他的压力啊 他是谁管的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啊 所以台湾有言论自由吗 我们觉得很自由 但是真的自由吗 大家知道北韩吗 北韩自不自由 不自由吧 我们看北韩是不是觉得 哪家陷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还可以这么陷 哎 人家看我们台湾也很陷 我们今天出国玩 你会去国外去查 228事件吗 有没有纪录片 刚才 没 没吧 可是 228事件的纪录片 在国外 可以查得到 一些完整的纪录 在台湾查不到 那你还相信 台湾不会被封锁吗 因为你出去 你不会去查 有没有人真的 很认真的 关心过台湾人 自己真正的历史 很少吧 老一辈的不会 年轻的更不会 对 这就是重点啊 怎么不会被封锁 可以啊 我们就跟北韩一样 捏造我们的历史课本 肇事选举 我们拿着 他的国民身份证 然后呢 去投他的议长 选他的市长 你就承认你是中华民国的人啊 你就承认你愿意做他的国民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的国民 为什么不做台湾人自己的公民 那他体制内的政党呢 我们现在知道的 国民党 台联党 民进党 请问这些所有的党派 还有Lily Coco的党派 都是谁 的体制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体制 民进党登记什么 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 是不是 前面是什么 还是中华民国嘛 那他说台湾要台独 独立 请问台湾可以独立吗 不能独立 是不是我们刚刚已经有 历史的一个轨迹的记录了 我们要寻求方法嘛 我们现在先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但是他不懂台湾真正的历史 只说要独立 你一定得寻求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符合法理 你才能建构台湾人真正的主权 所以有一个故事啊 这个是跳蚤啊 大家知道世界跳的最高的动物是谁吗 是跳蚤 很难想像 他可以跳超过比自己身高还要高100倍 那有厉害吗 可是我们台湾人的自我设限 就像这个跳蚤一样 今天有一个实验喔 还蛮有趣的 你把跳蚤放在桌上 你拍他 他就会跳嘛 你再拍他会跳 然后这时候呢你就 拿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 你在拍他跳是不是就撞到了 你在拍他又再撞到 他会跳低点 他会跳低点 会他会跳低点 他会痛嘛 他的头会痛啊 所以你在拍的时候我就跳低点 我就不会撞到上面的顶端对不对 有厉害吗 然后你把盖子拿掉 换一个更矮的 你再拍他再跳又撞到对不对 他就再跳低点 等你一直换 到跟桌面差不多高的玻璃的时候 他在你在拍的时候 他感觉你很烦耶 我用白 他不要跳啊 然后当你把盖子拿开的时候 你在拍的时候 他会跳还是爬 他直接用爬的 他不知道已经没有盖子了 一直用白 为什么 那代表跳着不会跳吗 他会跳 不过他觉得说 我用白比较快 他觉得你很烦耶 就跟现在的台湾人一样啊 自我设限 思想 中华民国跟你说什么 你觉得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好啊 没什么差啊 我直接用爬的就好了啊 你讲说 张猪 白色恐怖228事件 你说什么他就给你拍啊 爸爸呢 你就觉得我不要跳啊 我用白 我一样可以过生活啊 可是你不晓得 你原本可以跳得这么的高 不知道台湾人以后的生活 可以过得多好 可能以后可以成为残游国了 然后以后我们可以戴那个阿拉伯的帽子 那有就有钱的吗 可是大家都自我设限 想说 沒關係啊我用白的 生活也一样可以走过啊 不过你不知道自己的 可以跳得很高的很高的啊 所以要不要做跳蚤 不要做爬蚤 不要用白的 要用跳的 思考要跳要信 你要知道知道自己真正的本土台湾人真正的国际地位 然后不要一直被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所影响 要以后要会看媒体要会看新闻 你还敢相信你看到的就是真相吗 政治台湾他所创造的是一连串假象的展示 我们看到的都是假的呢 不过你敢会看 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珍呢 他在2006年的时候 他带领228年 228的事件的受难家属提告美国政府 他发现了台湾的法理地位 怎么发现 他关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里面 然后呢 半年多逐不出户 然后吃着那个罐头 读什么 原文书 叠起来大概可以比人还高 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原文书 他为什么 为台湾人找出的国际地位啊 他从里面发现台湾真正的历史 所以他坚持的提告 他说 美国我发现了 你欺骗台湾人这么久 你应该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 2008年的时候 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无国籍 台湾人没有国籍 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 就像从陈怡一开始 就有计划的将本土台湾人 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政治炼狱 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没有国籍 没有国籍多可怕 如果今天我嫁给了一个飞翁 请问我是谁 我是女飞翁 我就也是飞翁啊 因为我没有国籍啊 2009年7月8号 这是首次向 美日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胜国 美国 依照国际法 战争法 这军商和平条约 我们提出告诉 结果呢 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 意思是什么 你说的都是真的 所以我放弃抗辩 放弃抗辩之后呢 搁置本案代审 有什么要搁置本案 我们不是告了吗 那不是应该把政权还给我们 就是要等我们 那时候美国说 好啊 你知道啊 这样不 你敢有 我把中华民国干扰 你敢有人 可以接管台湾 不然呢 当时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来接管台湾 他带来一千名的公务员 当时台湾人口是六百万 现在是多少 两千四百万多嘛 那一比六 多少 四比二十四 那我要求你训练四千名公务人员 这样有过分 不吧 公平有没有 各自本案 你们 最起码最少 我最少的要求 你也要有四千名的公务人员 你才有办法接管台湾的政权 我这样不过分啊 我比照嘛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一月底就要提告了 我们达到了 所以你必须再拿出来审啊 这就是现在大家以后 会很忙碌 你们可能就会有一堆人都要跟你们办身份证 所以你们要了解台湾真正的历史 会有很多人问你们同样的问题 台湾的历史是怎么来的 我们要很清楚 所以这一张没有办的赶快去办 要做自己本土台湾人的公民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而且我们公民权利法案也都已经通过了 没办的赶快办 那大家知道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要离开台湾真正的真相 大家会看吗 有看过这个吧 这个是不是代表我们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奥运 然后上面写什么 台北 请问有台湾吗 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好像都瞎了耶 这么多年来他代表台湾参加那么多奥运 我们都不知道上面都没写台湾耶 然后他可以代表台湾人 为什么 我们都不会思考了 他本土台湾人都不会思考 他现在有什么 裁军行政院废子案平潭岛建设 国共和解 ACFA 请上网Google 这裁军就会看到什么 一个正常的国家 请问为什么要裁军 我们告美国是不是告赢 那请他将政权还给我们 美国就跟中华民国讲 你让人发现啊 发现要怎么 但是你是流亡政府了 你不能拥有 国军 你只能跟日本一样拥有自卫队 请问自卫队的人数 12万人 所以你必须裁军到12万人以下 不然你就成为国际间的恐怖组织 所以要裁军 这些是真的 有什么要裁军 要了解吗 新闻要会看 正常的国家不用国防吗 都要啊 裁军都是不正常的 做兵 对啊 所以说他都不可以跟我们征兵啊 他都是犯法的 他从头到尾 对台湾人所做的事情 都是违法的 都是不正常的 是我们台湾人现在才知道 以前才会知道 以前不可能知道啊 对啊 现在有他的法罗 对吧 我们有台湾民政府啊 现在可以把他搬走啊 哦 然后呢 这个呢 请大家打 行政院废止案 然后他就会 一堆 还不是一两条哦 然后你随便点一条进去 会看到什么 废止 国防部军医组织条例 所以 一个正常的国家 他会废止这么多的法案 刚进凶 不进凶吧 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查啊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 哦中华民国要走了 怎么可能 可是问题是 你没有去查证据啊 你也不懂得怎么查 不懂得怎么看新闻 那这里是哪里 大家有看过这个新闻吧 平坛道 他原本是一个小小的渔村而已哦 小小的渔村在两三年内 可以变化成怎样 他要复制一个台湾耶 他要变成这么漂亮耶 有漂亮吗 他拿谁的钱去盖啊 他拿台湾人的纳税钱耶 去盖他自己的家乡耶 有没有突然觉得 很气愤 而且我们用什么核能 他们用锋利耶 那有贵魂吗 想要撤退 将自己的家乡当然盖得漂亮一点啊 这个到这里的时候 我之前啊 在跟我们家里的人 都有来上课 但是呢我爸爸呢 他是比较属于政治狂热的那一种 所以他一开始就不是很相信 不是很相信有一次我在看平坛道的新闻 我就问他 我说爸啊 那个平坛道啊 为什么 台湾人可以去中国人当官 就可以去中国的地方当官 平坛道是不是中国的地方 为什么新闻报说台湾人可以去中国当官 我就问他 为什么 我爸就说 我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 他自己也不知道啊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也感觉奇怪 为什么可以 我说对啊 为什么可以 因为他们已经国共和解了 国共和解 中国 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 国共和解 他们签什么 ECFA跟福茂啊 所以大家知道吗 太阳花学运啊 还是 我们的这些学生去抗争 请问有几个真正的看过条款 有看过里面的条款吗 没有对不对 但是里面有没有写台湾两个字 ECFA福茂 里面都完全没有提到台湾两个字 他们所签的是国共和解的条款 为什么我们要去抗议 为什么台湾的学生要去抗议 请问跟台湾人有关系吗 没关系对不对 那有可能吗 还要被冲倒在地上 所以台湾人有没有很盲目 真的要知道自己 做的事情抗议的事情是为了什么 有没有意义 然后中华民国他 能够为台湾人做什么 他没有能力啊 因为他是流亡政府 所以到越南大暴动 台商受伤的时候 他只能做什么 帖子 我是台湾人 就这样而已 他没有立场 他在国际间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那为什么要拖累我们台湾人 所以 迷失了台湾耶 怎么了 我们重要的史观一定要去导政 我们要知道说 台湾的历史啊 从头到尾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使命 我刚开始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我也只是很单纯的为了相信而相信 可是我到现在我发现 他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使命 大家有没有想过说 台湾以后啊 如果我们台湾人执政可以怎么样 那个日本啊 的那个人孔盖啊 都在人行道上 台湾的人孔盖 是不是到处都是乱七八糟 摩托车骑一下 是不是就滑倒 我们可不可以规划 我们的亲近学徒保持 是不是都是因为他们的官商勾结 然后才会有那么多的土石流 风灾水灾 以后贪污唯一死刑 我们可不可以改正 我从来啊 没有想过我这辈子啊 能够为这个社会 或是这个地方 我们生长的土地 你能够做 有一点点意义贡献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很伟大的 应该轮不到我身上 可是今天台湾民政府 给大家这个机会 让大家有机会 未来为台湾人做一点事情 善没有理由战胜不了二 只要天使们能像黑手党那样组织起来 我们是不是觉得黑手党 黑社会是不是都很厉害 他们有组织团结啊 可是真正的天使呢 台湾人 要团结 团结才会有力量 而且真的要为台湾人做一点事情 只要你的观念改变 可以吗 有没有信心 我们即将要执政 大家赶快期待你们过了五关 赶快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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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